好 国内的活动还要来关系的是一年一度的日月坛万人勇度活动 9月8号就要在南投来登场了 今年的报名人数非常的踊跃 短短一天而已就有超过两万五千名的民众报名参加了 对 这几年要报名 日月坛勇度好像就好像报名路跑一样 都是秒杀就已经满额了 所以就连这个艺人Janny要来抽空参加 恐怕也是要花费了一番苦心 那今年主办单位也特别加派了空警队 还有海巡署来支援要带给参赛者 更好的安全保障 Shogirl举着牌子 庆祝今年的日月坛万人勇度将有两万五千零六人参加 而且开放报名的当天酒而满 这场被世界游泳名人堂认可的国际盛事 每年都吸引上万名游泳好手参赛 今年更有一千多位外国朋友 以及两百多位生长勇士共享盛举 因为日月坛在专业人士心中是非常棒的游泳胜地 它的温度是非常的适中 从招物码头下水沿途到伊达桑 我们可以欣赏到它周边的一个风景 是非常的美妙 不过这项活动过去曾传出死伤 也因此南投县政府今年特别加强安全防护 那今年我们也邀请海巡跟空警队 可以说更多的那个工作人员 更多服务人员 日月坛万人勇度将在9月8号登场 城城大约3000公尺 艺人Janet也会下水参与 前一天也有精彩的晚会表演 让这场勇度活动更像是欢乐的嘉年华 六点tv 徐三长李艾传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